戶外宛如巨大烤箱 气象局上午7点针对双北 滑东等县市发布高温资讯 奔岛的高温都会在介于32到34度之间 离岛大概介于30到33度之间 台中云林以及台北新北 以及滑东有发布这种局部 36度以上的高温 外出技能擦防晒 因为23日这天是24节气中的畜属 秋老虎发威代表炎热天气 不出盛夏 不过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又要留意 大雷雨发生 周五前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大台北地区还有山区 会有这种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 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并没有延伸到台湾附近 所以它整个压制的力量没有那么强 所以午后就很容易发展 而且部分的山区的将会延续到晚上的 同时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 在23日上午8点生成热带性地气压 最快下周一有机会增强微台风 成台几率破五成 但是否清台还是得看太平洋高压脸色 强的话就有可能在巴斯海峡 到南海就跟上面的这个 之前的这个杜树类台风有点像 那如果呢这个太平洋高压弱弱的 就有机会接近到台湾附近 那这个时间点呢可能就会在下个礼拜 根据最新欧洲模式细极图 够有两个可能形成台风热点 模式又再度出现很多路线 代表要进入新的台风活跃期 下周开始将进入台风季 下半场 尽速的欢迎陈志峰采访报导